圣经里说 女人是上帝 从男人身上取下来的一根肋骨 所以在茫茫人海中 总会有一个男人 爱你 就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 因为你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我已在山上摘好了鲜花 等待我生命中那位女神 等待我丢失的肋骨 你在哪里 太煽情了 从来 旅梁蓝县位于山西省中西侧 因海拔较高而且地势平寒 因此号称天上云间 成为太原式的后花园 好了我们现在就要去蓝县了 看你没有看过的土豆花开 太美 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到蓝县的这个土豆花的世界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背后 站到观景台上放眼望去 仿佛河口香都印在土豆花的美丽景色里 土豆花观赏区比较大 可以骑双人自行车或乘坐电瓶车 往前走是世界马铃薯文化长廊 看到了其在农业金融科技食品文理的五大机遇 无不感叹小土豆大产业 同一个地球同一颗土豆 耶呀呀自尽呢 我的左手边这片全是土豆花 远处了那就是我们的风车 然后在风里发电 依托蓝县丰富的风资源24口绿色大风车 已经投入发电 每年可为国家输送以异度清洁的能源 解决8万用户的居民用电 这不是美容员 走累了来到路边 一晚晚通算是午前开胃的小菜 今天有点小雨啊 我们现在到了王家村 那我们即将去品尝一下蓝县的土豆宴 继续往前走 到达极具地方特色的农家小院 让我们继续感受一下蓝县的美食 这个叫薯县村 我们就要来这个地方吃 土豆宴 隔江江黑河烙土豆饼油焖土豆抢着吃 比较遗憾这次没吃到蓝鲍 是使用葡萄做成的鲍鱼 也是兰州宾馆的招牌菜 吃饱和平和同行的美女们一起去拍照吧 主峰海拔2236米的银马车大草垫是蓝县的天然氧疤 空气清爽一人 飞养离子腹肌 顺着木栈道往上爬 表面都是松林 以及大片的野草莓 野草莓 还有吗 好了 你的惩罚过了 你起头了 我现在下去是你 是不是 我和我的祖国 过过过过过过 先进在前头 带到前头 不许刺激 不许刺激 我跟这道路走点 你不走 还要野草呢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漂亮 可以看一下 我发了2233米 我现在正在摘了一丝花 正在摘得太严实了 现在上面的风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的风 原来这些应该是能力的 不行了 山上已经湿透了 为了拍这美景也是最大看后面 看这美景 横云下午的感觉 好牛逼 好牛逼 再也不下雨天来了 吃鸡 太吃鸡了 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旅程 赏土豆花花海 走世界马铃薯文化长廊 品农家风味 解土豆花之恋 赶银马池高山草店风情 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欢迎大家转发点赞留言 评论 我是你们的吴迪哥 我们下期节目见 我和我的走 你能不能拉一个 你坐 再拉一个 一刻也不能分割 走到哪里 我守留有一首张歌 给你们说一个绕口 你们能说得快一点 谁能说得 谁能说得更快一点 我守着眼 小小丛螺 有小雨 大姐 好